主要是患者多 一生多不多的問題 所以以前雖然的情況比較穩定 但是不代表這樣的問題不存在 它有存在 但是變成它比較容易處理 因為他們有個大家庭 不像現在 他們就很多時候 他們之間的婆媳這些之間 都可以彼此做輔導員 或者鄰居啊 夫人啊 談天就速解壓力了 為什麼說以前的人 有辦法去解決或者克服這些問題 可是為什麼現代人都沒有辦法呢 我作為一個現代女性 我的感受就是說 我們一方面 女生也很多方面自己已經獨立了 就是經濟獨立啦 事業也獨立啦 那很自然就是不一定要去要求自己的丈夫啊 要給予些什麼 反而會覺得是不是他要引導我 一些東西可能我心理上的滿足 跟我互通了解我 所以就不一定在事業跟那個經濟方面啦 可能是交流的方面啦 會要求 長期換票嘛 這個時候要求的是 反而是一個可以一起跑人知道的 啊 對了 所以反而會尋求一個心靈的伴侯 所以你發現這一代的做丈夫的不容易啦 我們現在很多個案呢都是無過分手 就是丈夫沒有做任何錯誤的事情 但是太太就堅持要離婚 最近就是這樣 我們那個個案呢在手上啊 就是這位太太呢 堅持要搬出去 就是覺得說 欸 發現到自己跟她的那個方向不一樣 她覺得這個丈夫呢 太做中家庭觀了 就太喜歡在家了 其實他們兩個是一起工作的 但她覺得說 就是這個丈夫呢 好像沒有辦法去帶領她 在事業上有些滿足 那同時呢 那當太太有時候晚上夜回啊 丈夫這樣都會聯絡嘛 十一二點啊 她還沒回來 她就說妳在管我 也說太太多 她就說丈夫在管她 她就不舒服 她想要自己的人生的一種生活方式 要自己的方向 其實我們發現到很多女生 慢慢她有醒覺啊 覺察她自己要的東西了 那這時候呢其實有可能出面衝突嗎 一個家庭觀念中的丈夫跟自己 其實不一定會有所謂衝突的 那為什麼不能呢 因為她覺得說她不能接受對方這樣子 OK 那就講我們兩個例子啊 是 找到她很開心啊 我們兩位也是夫婦嗎 對啊 真的喔 完全不相配喔 沒有沒有沒有 我年紀小過她十六歲 你說是嗎 真的 觀眾的眼睛是雪亮的 你看 所以我們看到現在 所以這種一種溝通不良的模式 其實存在我們的專家的身上 也是經常會發生的 對啊 他們在我們身上啊 他們就是從錯誤中成長嘛 是 所以你過去沒有從錯誤中成長 對 對 更多的切切是在實戰的經驗裡頭 成長的 我覺得老師有一個問題 我們可能要探討的是 你剛才說到很多現在 一些現代的社會 很多的太太會發現或者丈夫 會發現溝通不良啊 可能丈夫的一些思維啊 都跟自己不相同 不相同 不符合 那為什麼不可以在婚之前 就發現這個問題 哎呀太好了 哎呦 竟然在結婚以後才發現溝通有問題 那該怎麼辦呢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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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